你人在哪裡? 我在首爾 我們現在要 飛去 蘇拜 You know I'm far from home 嗨大家 我們 好像很久 太久沒有拍影片 都不知道怎麼說話 我們這一次呢 要來 遊歐四十天 然後我們第一站來到 西班牙的巴塞隆 那 耶 輾轉 不知道坐了多少飛機 好累 所以好累 然後剛到那個飯店裡面 住到了這一間叫做 No Boo Hotel 這一間呢 就是很有那個 日式的風情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長什麼樣子 房間一進來呢 就直接是床 然後他這邊 好特別 就是 因兵里是 旺旺先輩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不會以為是 很日式的東西呢 這邊就有簡單的座位 還有一些很日式氛圍的 燈 外面的景 外面的景 很一般啦 就是市容 我們今天住的是十樓 然後看出去是這樣 旁邊好像是一個 蠻大的 車站 然後這邊有一些 滑板少年 可以在這邊練習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寫 成陽 再來最漂亮的是那個 浴室 有一種 微微差跡風的感覺 很簡單 滿漂亮的 也有一個 頭頂的花灑 簡單的 洗臉噴 忘了跟大家說呢 我為了這個歐洲型 染了一頭金頭髮 頭皮都破掉 我們現在要來那個 灌洗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看 今天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洗澡了 我剛剛洗完澡了 有沒有覺得很神經氣爽 感覺很乾爽 剛剛算是太可怕了 在出發之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集的財神 國際時尚配件的品牌 Castify Castify 讚讚 超新的 我終於介紹Castify的合作了 因為我本人一直都是使用Castify的殼 Castify在我心目中呢 就是世界上最時髦的手機殼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 Castify全新的中級防摔手機殼 這一次用了一個叫做Ecoshock的防護科技 Ecoshock科技呢 用的是螺旋紋設計 透過這個螺旋紋打造出很緊密的這種結構 可以有效的吸收95%的衝擊力 它有通過21.3英尺的防摔設計之外呢 它還具備6倍軍規級的防摔標準 四邊的這個彈力保護角呢 提供手機360度的防摔防震功能 像我剛剛從計程車到飯店要下車的時候 手機就真的啊 彈彈彈彈掉在地上 你真的叫了好大一聲 就嚇一跳但還好 真的因為我裝了這個殼 好把誤傷 那這一次的終極防摔手機殼 用的是65%的回收物料 還有植物原料製程 那它的包裝呢 都是100%可以回收的 Castify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叫做Show Your Colors 它們有提供非常多客製化的設計 不管是印花或者是顏色 你都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的 就希望可以透過Castify的手機殼呢 打造出你自己最獨一無二的風格 現在還有多功能手機背帶 走在路上解放雙手超方便 簡單好用的扣環設計 掛上或拆下都好easy 能快速拆卸的Footlock磁扣 側背再也不怕手蒙腳亂 最後快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從Castify官網上面購買手機殼 除了有iPhone之外呢 也有支援Samsung跟Google手機 網站上有非常多的款式 不管是這一次的終極防摔手機殼 或者是金面的也有皮革的選擇 那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手機殼顏色 最厲害的客製化功能呢 就是可以透過字母或者是圖案 呈現出自己的風格 Castify iPhone 14系列已經可以買到了 然後更讚的是 品牌有提供小多專屬 85折優惠 超多 嚇一跳 有需要的朋友記得參考下方資訊欄連結 在這個歲末時節選擇Castify 無論是送禮還是自用 都是最讚的選擇喔 Castify 救命 我們的飯店出來呢 就有一個大車站 然後這邊好像是一個公園吧 也蠻多人在這邊運動啊跑步 這裡面好可愛喔 還有一些水 然後跟一些高高的樹 對啊 我們在一個老城區 然後現在在找可以吃飯的地方 原本要去吃一個韓式 但是 好晚才開喔 八點 七點半還是八點半 七點半 那我們現在才四點 那我們現在好餓 店都沒有開 所以今天禮拜六吧 喔 現在找到一間 貌似有營業的 亞洲餐廳 水餃亞洲 GO 我們剛剛真的是陷入死胡同 覺得好絕望 差點要在麵包店 買麵包回飯店肯 那我們也還不確定 那家到底走的是原始點 最後決定來試試看 他旁邊這個店 應該吃一些三明治的 吃熱狗寶 希望吃得飽 看起來蠻好吃的喔 拭目以待 我們先為了老闆娘 最泡的 最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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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燙的感覺喔 好燙 讚嗎 瓜哥的評分很高 太有一個薑的味道 很多汁欸 很多汁 很燙 滿鹹的 有薑的味道 太餓了 直接點了第二個 漢堡的 很香 這個也很好吃 很特別耶 裡面是漢堡排肉 不錯喔 今天是我們在巴塞隆納的第二天 然後我們早上都在睡覺還有工作 所以現在很晚才出來 我們就先來到那個 最著名的景點 聖家堂 他就在我後面 我覺得先給大家看對面的樣子 超多遊客都在對面看 好壯觀喔 但是他現在其實還在整修當中 好像要到2026了 這個教堂有多大 哇 好小 這邊的票呢 沒有實體的票卷 只能自己掃QR Code 然後透過他的App買 票券呢 有一般的票是26歐 然後也有有導遊的 那我們應該會買下面這個 可以去塔的 是36歐 結果今天的票都已經賣完了 我們太晚出門了 那我們應該會先買明天的 然後 先預訂起來 所以大家如果有要來的話 記得提早買票 蠻漂亮的 對啊 我們呢 因為今天沒有辦法去聖家堂 原本預訂的晚餐時間是7點鐘 現在打算走去餐廳 問他看看可不可以提早 好餓喔 怎麼那麼早就餓 餐廳是這間 他讓我們提前入座了 五個人 一群 二群 一群 三群 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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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你覺得 肉好乾 但其他都很好了 它的那個開胃菜啊 其他都處理了 我覺得算是非常好吃 但是它很有名的牛排 怎麼 它招牌甚至是一朵牛 怎麼 OK 我們要回飯店了 掰掰 我們今天又回到聖家堂 因為昨天沒有成功 昨天太晚了 昨天真的太晚了 所以我們昨天立刻就在網路上買好票 現在就要進去了 進來了 好壯觀喔 跟在那個對街看 完全是不一樣一回事耶 好多細節喔 超美的 好漂亮好漂亮 好漂亮好漂亮 我的色系好像很適合你 我 你的頭髮的色系也是 謝謝 我們現在要進去聖家堂裡面了 哇 哇 裡面超爆挑高的耶 而且這些彩繪玻璃爆炸多的細節 從天花板到柱子到窗戶 一切的一切 哇 而且這些彩繪玻璃呢 就是有光這樣子透進來的時候 好美 我們現在坐在裡面的椅子 好好的感受一下這裡面的氛圍 感覺很神聖 很神聖很靜密的那種感覺 我們買的票呢 還有包含去這個 Nativity的塔 然後我們現在要排隊過去 要上去這個塔呢 要搭那個膠囊式的電梯 然後一次人少少的 所以排隊要排滿久的 樓梯非常的窄 會先經過一個拍照點 走出來是這樣 哇 好美喔 好漂亮的景色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建築物的一些細節 哇 然後另外一邊有 正在整修的樣子 現在要慢慢的走下去 然後 它這個下樓梯呢 好像要走六分鐘 所以 都蠻小心的 害怕嗎你 嗯 你看起來很害怕喔 先不要跟我講話 下面超高的喔 我們要一路這樣走到最下面 這一段的最著名的呢 就是要走這個迴旋的樓梯 然後真的很窄 蠻可怕的喔 頭會暈腳會痠欸 我現在還在那個慣性在旋轉 而且 太久沒有爬那麼久的樓梯 好暈 大腿現在有點在抖 你覺得值得上去看嗎 多了多少錢 十塊吧 可以啦都來了 第二次又可以批了 好 我們聖家堂看的差不多了 腳真的還在抖欸 練小薇來一下 好有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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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去 痠啊痠啊 奇彩你好帥 我們現在要去吃拉麵了 但我還在 剛剛的暈眩當中 現在沒有很舒服 希望吃完拉麵 元氣會恢復 到了嗎 到了到了 拉麵是這間 希望不用排隊 吃飽的 還是亞洲太舒服了 但我覺得有一點鹹 這間就是 突然很想吃的話 可以來吃 然後 整體其實都不錯啊 只是說 好鹹 好鹹 對 味道很重 味道非常的重 我們要先回那個 飯店 因為晚上要去 做一件很讚的事 我們現在在巴塞隆納的體育場 然後是我們這一趟到巴塞隆納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來看 BLADPINK的演唱會 耶 你有什麼感覺沒有很開心 很開心啊 請你興奮一點好嗎 耶 而且現在人已經非常的多 好多喔 拍到不行耶 演唱會是八點 然後六點進場 現在是六點鐘 已經人非常非常多了 我們甚至不知道要從哪裡 開始進去會場裡面 所以應該就是 照著人潮 然後去排隊這樣 已經走了兩分鐘了 還沒有到隊伍的尾巴 超誇張的 超級超級多人 排了大概至少有一個小時 終於要來到 入口處了 這個場地很大 怪不得可以容納那麼多人 場地也有點像粉紅色的燈喔 哇 他剛好進去了 他剛好進去了 我們進來了 裡面已經超級誇張 超熱鬧的 大家都已經跳到不行 買了一些甜爆米花 還有一些啤酒 現在要準備去座位了 太誇張了啦 這個場地有夠大 全場現在是跟著唱的狀況 哇 太厲害了 大家 可以看 大家好,我是Junji 欢迎来到4K, We'll tour in Barcelona Day not day one, only day 大家好,我是Junji 好富翘,大家如果相关心有点不在时,我们来到4K,我们一起来到3K,大家一起来到2K,大家一起来到3K,大家一起去还有3K,大家一起去台那就喜欢CM,大家一起去台带 好不,我请大家请大家一下,我们一起去台座,我们一起去台座,我们一起去台座,我们一起来排放,我们一起去台座,我们一起线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現在要走路回家 覺得這一趟來看這個演唱會 真的是太值得了 太神奇了 非常的具有實力 然後一切都很讚 超級讚 好立體喔 好有魅力 就是有覺得 哇 不虛此行 很喜歡 拿起家到啦 今天是我們在巴塞隆納的最後一天 完整的整天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米拉之家 好漂亮 也是來看一下高地的建築物 進來裡面呢 是長這樣子 非常的特別 很有這邊的風情 可以先拿那個 語音的導覽 會先搭電梯上來到最上面 有一個兒童的房間 這一間兒童房呢 鋪的地板都是用大儀式 這裡的走廊都超美的 好漂亮喔 然後旁邊呢 有一個家室間 可以燙衣服 導覽說 只要是貴族的房間 地板都是用木地板 跟剛剛大理事不太一樣 這應該是他們正式的餐廳 好華麗喔 很像花輪的家 好讚 你看他們放置那個餐盤 餐具的櫃子也超美的 這個門有一個小鐵窗的設計 都是為了方便收信用的 可以直接從這邊這樣拿信件 但轉眼間怎麼突然變成賣店 好好笑 真的是一轉眼間耶 現在要去重頭戲 米拉之家的屋頂 它下雨可以不能上去 喔 可能很危險吧 還好今天天氣不錯 這個屋頂真的很難用影片呈現出來 有多麼的厲害 如果有機會來巴塞隆 那一定要上來米拉之家走一走 它有很多的這種 彎曲的線條是代表著海浪的意象 我剛剛要從這邊遠遠的幫羊拍照 結果拍到一半 看它被旁邊的阿姊請去拍照 好好笑 我們現在離開了米拉之家 然後外面剛好有嘉年華跟一些遊行 今天好像是他們的一個某一個日子 所以有一些表演 笑啥呢 今天 就是 這算晚算沒算到 今天是他們的國定假日 很歡慶 在街上嘉年華 然後呢 所有的店 都沒有開 就只有餐廳部分有一些有開 然後 原本想說今天是 最後一個全天要來認真的逛街 結果 我們現在要先去吃飯 要來試的餐廳是這間 Ethan Ethan 吃飽味 好好吃喔 蠻不錯的喔 而且我剛才點那個Sangria的時候 我就猶豫說到底要點一杯還是一壺 然後那個服務生就說 欸你們是兩個人一起Share嗎 一壺沒問題阿 紅到像個魷魚一樣 介紹一下 在巴塞隆納這邊的建築呢 每一個切面都是這種 它算是幾角 幾邊型阿 一二三四六七八邊型 Google Map上就是這樣子 八邊型 很可愛喔 非常的整齊畫意喔 你怎麼看起來好像快睡覺了 因為剛才喝太多了 島城區就是長這樣子小小的巷弄 然後很美 來到畢卡索的美術館 你說這服是什麼畫 螳螂 對不起 螳螂有錢人的畫 正在汲取靈感的國差 剛看完了畢卡索 酒也退了 清醒了嗎 很清醒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回家 現在要先回飯店一下 然後因為今天的晚餐 預約的是八點鐘 所以晚一點才去吃 先回飯店休息一下充個電 累了 不會阿我不會累阿 我不會累耶 結果後來我們昨天根本沒去吃飯 因為太累了 我不會累耶 接下來我們要去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非常感謝本集的財神 國際時尚配件品牌 Castify贊助播出 救命救命 不要忘記 Castify有提供小洛專屬 八五折優惠 非常的優惠 真的很優惠耶 超多折超多 真的折超多的 有需要的朋友記得參考 下方資訊欄連結 那我們接下來 在別的地方見 掰掰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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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ways I tried Thought that maybe I could wait for you